好高级的感觉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租费是多少 9万9千8 9万9千 买块3千 买块3千 养我 大家好 我是买国际送游进 大家 我今年又要搬家了 住台湾六年 现在是找第四建筑 之后我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仔细分享我为什么搬家 真正的原因 我上次慧远直播的时候 已经有跟大家分享 今年真的必须要搬家 但是我这次再次开相机的原因呢 因为我从今年一月开始找房子 然后 现在 还没找到新家 我发现台北友好房子的话 真的要赶快联络遇远 不然那些房子我到时候就租出了 完全来不及 还有有些住屋是 照片跟实在的样子差太多 所以感觉亲自到那边看房间一下 不然真的落差感太大 所以我的话 从今年一月开始到现在 这三个月的期间 一直找房子 花超多时间 而且对外国人来说 每次找不同房东 问时间啊 自己泡区 看那边 哇这个真的是很累耶 但幸好前阵子 我有认识到一位超热情的房中 然后他知道我在经营YouTube频道 所以很开心地说 可以带我去看一些不同的房子 哇台湾还有这么多人亲位的人 虽然这三个月一直哭到我找房子 可是真的这次感动了 我跟房中月的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去找他一下吧 哦 坐在那边 你好 哈喽 又见面了 好 这一位就是今天要帮我介绍 台湾的房子的火先生 你好 上次有带游景看房子 对对对 那他说物件太少了 对啊 我明明用APP看过很多间 但是怎么感觉就 越过的时间越没有 有时候很快就租掉了 你之前说你的条件要什么 其实我的条件没有很高 至少有客厅还有另外一个一钩 或两个房子 两个房子 然后必须要有窗户 裁光好 裁光好 其实不太想要全部的家具那些 都附上 对 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布置的 我有准备一间三万多块的 还有一间是六万块的 然后最后有一间大的房子 还附上车位 平常我没办法自己去看的 你应该没办法看到那个九万块的 对 好 那我们先去看那个三万块的 对 公寓的二楼 好 那我们走吧 来 这边请 第一间这个房子 它原本是三房的格局 它改成两大房 重点是它把厨房变得很大 所以有景如果你喜欢煮东西的话 这间房子一定超适合你的 他真的很了解我 因为上次你看房子的时候 也在一个厨房待蛮久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蛮喜欢煮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 对面也有一间很有名的面包店 面包店 对 这边的那个 非常好吃 单脉土 很差 很差 现在都在排队了 不管不管 我们先来看房子再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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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房子 第一个房子 订阅的平均数 28.3平均 月份是三万五千 대만 달러 这间房子和房子 非常融合的 非常融合的 对 公寓的房子 它没有公共设施的平均数 所以它室内空间 会比你一般看电梯的 还要来得到 所以你用的就比较实在 重点是它把厨房整个扩大了 就已经看得出来就很大 对 而且采工蛮好的 对 到处都有窗户 到处都有窗户 它等完大概七八面窗户 哇好神奇 这个是木头地板 是木头地板 这应该很贵 在台湾很少有看过这种地板 因为台湾都是那种 石鹰 石鹰的地板 石鹰的地板 厨房呢 是呈建一个摩执行 开放式的厨房 它除了有这个 单独的这个抽烟剂以外 它上面空间 都把这些吊除拿走 就感觉就很开阔 不会像一般台湾的厨房 比较压迫 韩国对于这个新疆 也是很流行这样子 上面这种 收纳的比较没有 对比较没有 都放在下面 很适合拍YouTube 是不是 然后换成美食 对 可是这些设计 都是帮动它自己 对 它都是自己 因为它 常出国 所以它都放上 自己喜欢的元素 这边是主要方的厕所 嗯 没有人会帮你倒垃圾 对 所以你要知道 每天垃圾生的时间 是否跟你的上班时间 是否可以配合 好 来看一下主要方 对 对 对 很舒服的衣室和桌子 我以为这房间的窗门非常有趣 我们看一下它的採光 重点是这条相当还非常安静 真的耶? 再来我们看这个客用的卫浴 这是第二套厕所 它做的就是干湿分离 再加上自己的卫生设备 然后那次是小房间 这里是确实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房间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房间的地方 我认为这房间的房间 所以我认为这房间的房间 我认为这房间的房间 下一个地方就是真的 是电梯大了 超高级的感觉 怎么办?怎么办? 我并且没有机会看到的 这床可以进去吗? 这房间可以进去吗? 这房间的房间 24间的警惠管理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信箱区 然后我们的公告呢 比如说要租一种事项呢 都在这边 我会一直看这样的 对 通常都是一张纸 就在布告完这边 这边 好现代喔 看一下电力 这房间的房间 没有人家的房间 没有人家的房间 有时候屋子会在里面 或者是 对 虽然是空 我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是什么 你以为是什么竞技呀 你以为是什么竞技呀 第二房间是 55,000元的 垂直车子 建设计 这房间的房间 平时是比较小的 4年之内 完全是新建设计 这房间的房间 非常非常干净 你坐看看 你看 这个有什么功能吗 这个就是说 他可以跟楼下的警卫 直接通话 然后如果你有信的话 他直接用简讯就通知你 然后呢 社区有些公布欄 他也会在这边直接通知 然后如果有访客的话 你还是知道说 你访客长什么样子 你 都会拍到 我们这件事 这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一栋 大楼型的房子 那我们在属于 边间 前后两面採光 我们来看一下 旁边的部分 这边是做 半透明的这个 玻璃 然后光线可以进来 暗房 暗房은 생각보다 조금 작았는데요 그래도 채광이 엄청 좋고 전체적으로 밝은 분위기가 유지가 되었어요 그리고 수납 공간 아주 촘촘하게 되어 있어서 좋았습니다 他把窗户 採光都留给 这个大楼外观 都可以让光线进来 而且你会发现 虽然我们在马路 可是相对的非常安静 对耶 因为它是用这个 很安静 气密窗 隔壁窗 效果就很好 新房子就有这种特色 那旧房子就没有办法 你就照位 有差 有差 什么 来 这什么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就是 哦 这是 晒衣服的 对 让你不用这么 身高不够高 不用那么调进去晒衣服 这样就很高 好安静喔 而且我觉得真的 这里採光很好 整个设计 整个设计 很干净 很干净 就年轻的女生 会喜欢的那种 白色系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下面 这个烘碗机 然后放在下面 也让女生 比较好拿 我比较喜欢这种的 对 对 因为厨房有很多 什么可以一直玩的话 这个很难看 对对对 哇 收纳空间其实蛮多的 就是厕所空间 화장실 역시 新宿建物이어서 아주 관리가 잘 되어 있었고요 곰팡이 걱정이 필요 없는 그런 곳이었습니다 我比较喜欢的是 浴室里面 有窗户的 因为台湾天气比较湿润 所以 必须要这种的 还有上面 油画的空气 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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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太强 但是 收纳的房子 有四个地方 所以很棒 那边墙壁 那边还有收纳 可以挂墙 对 很精致的 用到每一顺的空间 一櫃一櫃 然后这个是 上面跟下面 都可以挂一櫃 那我想问 韩国其实有 全租房 这个的制度 可是 听说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 台湾很简单 就是呢 两个月的押金 再加上 第一个月的月租金 在台湾 也没办法 韩国那样子 没有办法 那如果我 半年的租费 一次给房东 这样的话 它可以不可以 撒价之内吗 应该是可以 那样子的话可以 对对对 但是没有像韩国那样 一次付一年 或一次付两年 好 下一件是哪件 我们在这边是国泰建设的一个旧的民宅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67屏的房子 里面最大 比第一间第二间加起来还要打 四个房间 另外再带一个车位 超大的客厅 租费是多少 9万9千8 9万9千8 以前有钱人都住在这边 好是喔 对 这边就叫做大安女能像 比如巨星啊 然后公司老板啊 知名的人士 就会出来这个取款这样 嗯 我讲了一些 你们都不会记 谁 我的巨星 跟你们实在是不一样 什么意思 你的巨星 我四十几岁 你们才二十出头岁 对 哇 很大便 后面才用路 对 哇 可以躺欸 赶快赚钱 赚钱养你 赶快赚钱养我 三个房子 三个房子 后面也是 每个房子 这个房子 对 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小的房子 而且是小的房子 對 這是雙人床 兩組衣櫃 還有自己的獨立宿櫃 我其實在這裡看起來是一個房間的房間 但是這裡是小房間的房間 那樣是非常大房間 對 每間房間都有窗戶 連廁所都有窗戶 這裡是小房間 這裡是這房間以外的 還有不同的房間 寬室的房間 以前的房間都要大 甚至要有很多房間 這裡是大阪的房間 真的進入了一瞬間 太大幅了嗎 我最初看起來 是酒店的感覺 這邊 哦對 這是什麼? 哦 這是什麼? 以前的房間 裡面的房間一定會配到廁所 裡面的房間也很像 以前的酒店的感覺 有點像木屋的木屋 這裡是十幾個房間 這裡是十幾個房間 什麼意思? 聰明了 對 然後現在是房間 這裡的房間也很広 這裡的房間也很広 我喜歡吃的房間 就覺得最好的房間 然後這裡也是 這個房間 對 房間 我覺得這裡收納的房間也挺多的 在台北 第一次看這麼大房間 好今天真的 謝謝你帶我去看這種不同風格的房間 自己去看房間的時候 比較沒有眼光了 但是今天跟房中一起去看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自己的標準 希望下次你來看房子 就不是看租的房子 意思就是你要準備好多好多錢 賺錢之後 來台北就常住下去 那如果都想知道它的相關資訊的話 請參考Youtube下面的資訊 還有這裡 那我們今天整個Betting Fest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趣的話 可以幫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你記得來我的IG Liligar Avenu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